歡迎回來 歌手陳永龍曾經重新詮釋 《一條日光大道》等等 大師李太祥的經典歌曲 他最近推出第三張專輯《沙利》 同名單曲由陳小霞譜曲 他還親自進錄音室指導 嘗試用更流行的曲風跟演藝方式 唱出不一樣的陳永龍 他說這首歌當中 有他即將不獲的心情轉折 而聲線裡也有這個年紀的 陳永龍的溫度 成為無人過問的沙利 渺小到無法重生的境遞 在時空夾縫中尋找自己 美到呼吸 歌手陳永龍發行第三張專輯《沙利》 同名單曲改片原有唱腔 嘗試從民謠中的山海情懷 唱出帶有流行味的寫實深情人性 我覺得我就是在很用力地嘗試所有不同的類型 那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認識我都是從我唱民謠的歌曲開始 那其實唱沙利這首歌啊 我覺得最棒的合作的狀態就是說有李子恆老師跟陳小霞老師的 還有熊姐的這些零零種種的加持下來說 其實是他們給我一個信心說其實你可以這麼做 你本來就有這個本能 歌曲《沙利》曲材自真人真事 由資深音樂人熊五賢作詞 特意找來陳小霞譜曲 注入流行的唱腔曲式 並在李子恆的打造下讓陳永龍展現出不同的音樂風貌 曲出來的時候 小霞姐是一個吉他demo錄給我們聽的這樣 其實我跟熊姐就是聽到第四句我們就哭了 對 因為為什麼可以一個這麼厲害的作曲者 可以把原本這個一個 就是詞已經非常非常的有畫面跟有張力了 然後他再用這個曲讓他變成出現說 其實你只要聽四句 你就可以聽到他整個畫面 陳永龍也首度嘗試創作 在新專輯中寫了一首詞 他希望能讓更多人看到不一樣的自己 其實很多樣化 對 有一個我嘗試唱一個親爵士 對 那當然還有一個我原本就有的民謠的基調 對 那我自己也嘗試寫了一首詞 在錄音室聽到成品的感覺是說 其實這就是我現在的陳永龍 就是不是太年輕的 然後也剛好附入在一個 準備在一個將近三十幾歲 然後還沒到四十的一個關卡 一個階段的一個陳永龍的溫度 從民謠化足流行 陳永龍用歌聲 讓更多人認識他的內心世界 謝謝 你們這首詞 在錄音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